1926年蓋 民國15年蓋的一個醫院 那個時候是用總統府 我們台灣那時候叫總督府 日本時代總督府他們蓋的時候 同時用那個建材來這裡蓋 然後因為這個醫生 老醫生第一代的 他是從馬街出來的 那時候台灣人很窮 而且醫療的設備也不好 所以他就想說 在這個迪化街這一帶 這個叫大稻城這一帶 蓋一個醫院 為台灣人蓋 為本地人蓋 台北市大同區的仁安醫院 是台北市的歷史建築 也是台北市的社區營造中心 台北市的都市再生學院 在這裡策劃了一個展覽 我們的展覽是在講解 城市裡頭的綠洲那件事情 那這個綠洲它不一定是實體的綠洲 它可能是意向的綠洲 心靈上的綠洲 我們把覺得幾個比較有特色的把它整理起來 讓大家進來的時候可以看 這個名為城市綠洲的展覽 比較特殊的是由學院的學員 一起來企劃 採訪 設計 展出 那其實這些我們採訪的六個團體 全部都跟社造有關 只是說每個人 他們專注的領域可能不同 那比如說像是 城市喉水這個岩山里 他是岩山里的一個里長 叫小塔 我們叫他小塔老師 然後他就是很關注地方上的 不管是生態 或是古蹟部分的那個維護 古蹟是部長嗎 應該不是吧 其實不算是 負責文字嘛 然後我覺得要生出這麼多文字 就會知道說 其實部長是一件蠻不輕鬆的事情 這樣你們策劃大概花多少時間 然後把它完成 大約花了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從前面策劃到中間 因為跟不同單位共同 到部長大約三個月左右 策展也對於這些社區 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訝異的是那個 就是健康社宅 就是自己種蔬菜自己吃 那他們也是一樣在頂樓種蔬菜 種水果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就是 因為他 他利用這個頂樓的農園 然後做成去打算發展一個品牌 那我覺得這麼小的一個頂樓農場 就可以去發展一個品牌 我覺得就是讓我蠻意向深刻 這個展覽展覽到7月中旬 都市裡面其實還是有很多值得 可以慢慢走下來 停下來欣賞的事物跟人 有機會的話還是可以 多注意身邊的事情 然後透過這個展覽 他們看完之後 也可以去發掘他們自己的綠洲 以上公民記者台北採訪報導